7号上午总统赖清德协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 警政署长张荣新及警大校长杨元明 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 亲手为毕业生剥碎 颁奖时这位博士毕业生 突然从毕业袍中拿出一块手板 这让旁边维安人员捏了一把冷汗 原来是165反诈骗的宣导 一旦脱下毕业的袍服 换上制服 你们就是人民的守护者 政府会跟大家站在一起 共同肩负起时代还有社会 给予我们的使命 赖总统也给毕业生三项勉励 首先是莫忘初衷 并勉励毕业生不断精进学能和专业 最后是工作杰出 家庭也能照顾好才是真正的成功 莫忘当初报考警察大学的初衷 要切记师长在学校的教会 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 不管面临各种事项 绝不受到威胁利诱 最后赖清德也以总统身份 下一道命令 不管哪一天都要快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天兴张连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明天兴张连杰 一套 明天兴张连杰 明天兴张连杰 作课